2023年最值得一看的《奇幻冒险》电影震撼来袭 刷到的老铁们一定不要错过 因为本片不但有一众老戏古眼技派的亲情加盟 其故事设定也是十分新颖 那么闲言少叙话不多说 电影《便携式门正片》现在开始 男人正准备加入队列等待面试 却不料一只狗子竟然叼走了他的围巾 他一路追赶 最终跑进了一条小巷 可那只狗子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时他无意间看见了门上面的招聘广告 由于错过了刚才的面试 他们便将他粗鲁地请了出去 可是当保罗失落地走出大门时 他却发现那只狗子正趴在围巾上等着自己 随着画面的渐渐拉远 他身后的大门也无比诡异地消失不见 等他回到家跟室友讲述自己失败的面试经历时 他家房门的投信口竟被打开了一条缝 下一秒一个信封就被塞了进来 保罗看着信件一脸懵逼 因为自己竟然被那家公司录取了 很快他就西装革履地来到了公司总部 他走进来后不禁暗自对这家公司发出感叹 不愧是大公司 就连前台接待长得都这么标志 可是在正式入职前 女人却说了这样一句话 很快人事部主管唐娜就带着他走进了办公大厅 他告诉保罗每天必须九点准时到 五点必须准时走 绝对不可以在此逗留 至于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唐娜却始终只字不提 穿过这个大厅后 他们又走进了另一个工作间 他发现这里工作的人轻易色全都是美女 并且每个人都把腰杆做得笔直 接着他把保罗送进一间办公室后便离开了这里 可就在他跟对面的新同事打着招呼的时候 他却突然就在地上看见了一个貌似龙仔的小不点 在他视线中一闪过 啥也没看见的小美还以为他是个神经病 可是下一秒那个小不点就再次钻了出来 可没想到几秒后出来的却是一只老鼠 就在他一脸懵逼之际 楼下的前台接待却走了进来 意识到自己可能说错话了的大美联盟岔开话题 原来他是来为他们二人安排工作内容的 他要保罗从20张地图中找出含有铝土矿的地点 而小美则负责辅助 可是他们翻遍所有地图都没有任何发现 午休时间已到 保罗打算吃块饼干对付对付 可是渣子却掉到了地图上 就在他用手掌清理饼干残渣时 他的手掌处却传来了一股脉冲波动 他有点小懵 这时老板汉弗莱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门前 接下来在老板的指导下 他竟然真的感应到了铝土矿资源的位置 他想要做个标记 但却被汉弗莱给拉走了 来到老板办公室后 汉弗莱交给了他一个任务 他表示他们公司现在已经身处在了一个历史长河的一个危机边缘之中 而现在也只有保罗才能让他们回到正轨 因为他有非常独特的天赋 他需要保罗用这种天赋在公司大楼内寻找一件宝物 那既是一条浴巾 也是一个便携式的传送门 作为一个小白的他就这样被汉弗莱乘崩忽悠住 他暗自发誓一定要找到这个便携门 不枉老板对他的信任 可是他鬼鬼祟祟的行为却还是引起了公司中一个女高管的注意 由于答应老板保密在先 所以他并没有将找门的事情告诉这位高管 可高管看起来就像是一切都了然于心一样 他问保罗是不是在和汉弗莱进行着什么秘密合作 可是就在高管离开后 他刚刚穿过的那扇门也随之消失不见了 晚上保罗半睡半醒中突然发现床前站着一个人 他顿时被吓得坐了起来 男人告诉他不要害怕 因为这只是一场梦 接着他便开门见山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保罗表示他可以在地图上找到旅途 男人听后一阵雨色 因为他们公司早在107年前就已经退出了旅途框项目 保罗支支吾吾了半天啥也不肯说 男人见状也不跟他多逼逼 直接就用魔法将他的脚丫子掰成了一个90度脚 保罗顿时懵逼当场 下一秒他就发现自己的牙齿全都被拔掉 处于懵逼之中的保罗一脸懵逼 接着他的两只耳朵就被薅成了猪耳朵 他告诉自己这一定是一个梦 所以他啥也不会说 可男人却威胁他说这虽然是一个梦 但他也能把这一切都照进现实 保罗听后瞬间秒怂 他这才知道汉弗莱的便携门丢了 保罗说他只是想找到便携门以此来证明自己 至于他想用它来干什么他也不清楚 男人表示传说这是前往死亡银行的唯一途径 但他却觉得这并不完全是真的 话音刚落保罗就从床上再次惊醒 难道说刚刚的一切真的只是一个梦吗 他不确定 决定明天到公司再看看 可哪成想第二天他来到公司找便携门时 却从这扇门的另一边听见了一阵金属落地的花花声响 当他打开门后他顿时呆立当场 因为地板上竟然被定书钉摆出了死亡银行四个大字 接着他按照箭头的指示走下楼梯 来到了最底层 他在这里看见了一个老旧的卷帘门 而上面则写着只有妖精四个大字 于是在吃完午饭后 他便掀开了卷帘门 这里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空间狭小的杂物件 可是当他想要拿起一样东西看一看的时候 突然 他见状突发奇想 我要是整个身子都穿过去呢 不出所料 他确实穿越到了另一个空间之内 可能是感知了他的到来 昏暗的空间内也缓缓地亮起了灯光 这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标本 但令他感到奇怪的是 这些貌似标本的标本貌似还活着 然而这还不是最诡异的 因为他发现墙角处的定书器上面 竟然站着一个哥布林怪物 保罗直接就被吓尿了 但是这个哥布林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坏心思 于是他便再次伸出了可以让他显形的手掌 果然 哥布林不但没有坏心思 还给他指了条明路 接着他就消失不见了 随后保罗果真在这里看到了一道若隐若现的门 他见状立马就转动了门把手 下一秒一个蓝色的便携门就赫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力处得来全部费功夫 画音刚落门就自己打开了 犹豫几秒后他便穿过了这扇便携门 然而就在他将其关闭的那一刻 便携门也跟着消失不见了 没错 便携门变成了一条白玉金 而他现在身处的地方则是通往老板汉弗莱办公室的走廊外 这时他听见办公室内传来了老板的声音 他偷偷地将门打开了一条缝 很快他就从谈话中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汉弗莱竟然正在贩卖人类的灵魂 他们一旦与其签订了灵魂契约 那他们就会失去自我意识 而他们今天的主角正是他的同事小美 他意识到自己绝对不能将便携门交给汉弗莱这种论人 害怕被发现的保罗连忙拿起地上的玉金查看了使用说明 原来他只需要说出敲门敲门和传送地即可 紧接着他就说出了一个地点 与此同时唐纳也打开门走了出来 然后他就出现在了超市的冷柜之中 感谢观看